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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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China Joe 電玩展在上海盛大展開了 電玩展當然是少不了各種精彩的cosplay 和showgirl 啊 看著小編我,鼻血都流一地了 喂!鼻血都流光了 小編我可是沒忘記要辦正式啊 今年可是相當特別的一年 中國的客廳娛樂正式解除禁令 次世代主機的蜂巢也即將席捲廣大的中國市場 次世代的兩大巨頭Xbox One 和PS4 今年也在China Joe 展中開放試玩 大家期待已久的決動城之夜 也成為Xbox One 的首發 MMORPG 大作 針對中國地區的在地化服務 微軟也和百事通合作 中國玩家能享受到免費且完整的多媒體營運服務 Sony 雖然還沒有宣布關於主機的販售情報 但從現場展出的試玩陣容中 已經可以修到即將在中國賣到缺貨的盛況 那麼今年的Sony 電腦娛樂參加China Joy 我們佈置了一個500多平米的一個很大的展廳 我們一共展出了有四個硬件產品 包括PlayStation 4、PlayStation Vita、PlayStation Vita TV 還有PlayStation 3 此外的話這個體育經濟類的像FIFA FIFA 14和NBA的這個遊戲 也是非常受到國內玩家的歡迎 客廳娛樂的解禁也讓中國本土的遊戲廠商加快腳步 設計了以小遊戲為主的家用主機 並主打全家人一起享樂的概念 在展間直接模擬真實的客廳供玩家們試玩 全球電競產業的崛起在中國可是一點也沒有類格 今年由Bob舉辦的Dota2大賽 也是由來自中國的隊伍獲得冠軍 許多電競大廠也在這次China Joy盛大展出 邏輯展出最新G系列產品 配合暴雪旗下盧斯戰技 納克薩瑪斯單人冒險模式 以及星海爭霸2 重築之星等遊戲供玩家試玩 讓喜好電競遊戲的玩家們 體驗G系列的高品質娛樂饗宴 未來三天我們電玩摘輸配特派記者 也會持續為各位玩家帶來第一首China Joy現場消息 別忘了繼續鎖定我們電玩摘輸配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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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